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6日 星期四 這一節 不單止聯合廣播了 這節遠道而來的袁爸爸 又加入我們的一齊討論 各位好 剛剛下機 剛剛下機 現在也是 錄音時間 英國時間應該是晚上11點多了 但是我們也盡快說起就可以一早播給大家聽 因為飛機那裡漏了一場 日頭那一場 五號那一場 現在六號 現在六號 香港也漏了 我們這一節 其實 接下來這幾節 可能也討論了不同話題 有疫情 現在全球又再大爆發 要討論這個疫情 有很多國家有不同的處理 西方國家有西方國家的理性處理 而中共 香港 澳門 有些不理性的處理方法 我們當然有很多看法 有很多分析 還有袁爸爸 最近很多搞作 由印度 由戰線 開到四處都是 戰線越開越闊 為什麼呢 美國民主黨當政 我又不想兩邊 兩邊跑 人家覺得你那個人是很搖擺的 所以我就是 站在共和黨那邊 支持蓬佩奧 買好他 就不想兩邊跑 人家以後就沒有信 所以變了 我現在有空 因為民主黨是少數的 明年選舉贏了之後 就變回多數 現在共和黨是少數的 現在共和黨是少數的 明年如果他變回多數的話 那時候我就會大忙 所以現在就可以到處去做國際的功夫 除了美國的政治 其實香港最近都很抑壓 對於全香港人來說 唯一的一兩檔媒體 都沒有了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媒體 都說要結束他們的營運 網媒 很多比較不大的網媒 相對於小型的網媒 甚至乎只是Facebook的專業 都說 不做了 考慮不做了 其實這件事我們一早看到的 我們去年 走的時候 如果國安法通過之後 我們當時做了很多預測 香港 一定是會走到最後一步 就是所有人都收了聲 如果你不離開香港 其實你是想著在香港 繼續可以 很公開地發聲 還是想著跪下來呢 所以 這幾集 我們可能會分開很多集來講 太多話題了 很多話題 我是覺得 是不是可以拿一家公司 暫時國事 就不結束呢 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為什麼呢 如果你結束那間公司 你不就是扯白旗 即是全部投降 你可以拿一家公司 你說好 因為現在的 政治問題 打壓問題 這個是大家明白的 你那間公司可以 有香港也可以的 不需要直接 結束整間公司的 繼續保留在這裏 只不過是 沒有活動 變成了多汶 多汶 經文變成多汶 然後你適當時間回到 不用投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現在你看一下 這個過幾星期 就說三十多汶 你這樣投降 他贏了 立場之後 中新聞 中新聞之後 有一兩個網台 停了瘋狂入報 現在每一間都說要走 還有一個本土新聞的罪言時報 那個就是Facebook 只要在Facebook運作而已 嚴格來說就不能叫一個媒體 我們這個禮拜就瘋狂被人搞 我們搞了十幾天 17日開始搞到現在 我們這十幾天的收入跌了一半 我們一半時間跌了九成 我看多汶這個字 就是暫血 不是結束 但是就是 政治 這個值得做 要研究一下 你的意思我明白 不過 我想說現實 教協其實也可以多汶 公民黨 又或者 很多政界的人士 他說不參與就可以了 不用退出政界的 問題就在這 他不是暫停 他不是宣佈暫停 他不是宣佈要退出政界 問題就是他們要宣佈退出 好像我們早前討論的一個人叫做 叫做 叫做 什麼 立法會議員 法律界的立法會議員 郭榮鏗 郭榮鏗去了加拿大 你又說退出政界 一聲都不出 原來去到加拿大你怎麼那麼害怕 所以你逃亡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你沒有理由 所以我對認罪那些 很有問題 認罪你承認 那條法律是合法的 然後還要減刑我 減刑你就是承認他是你的主人 我接受不了 這個很大問題 現在已經有風向 因為早兩天都看到一個報導 邵家俊去探監 很多困住那些人就 失去了抗爭意志 他們說他們可能會選擇認罪 甚至乎 做污點證人 出來警惕其他人 為了自己去脫上 其實 以中國人的事 是百分百會發生的 百分百會發生的 這件事不是現在的 認罪也還有 雙確餘地 抗爭沒有了 這個也還有雙確餘地 但是如果你說 要做污點 我覺得過了那條線 過了那條線 我覺得不是過了 接下來會有很大部分的 為了求自保 會出來做污點證人 這個 只是中共最開心的 中共最喜歡看你們互相來鬥 其實警察也是 警察也是 警察抓人回來 警察抓三個人出來 分開他 你這個黨有毒了出來 你不爆嗎 你那麼蠢 你都會這樣閉上了 其實香港 我們不是 放腐 香港是其中一個失敗的地方 香港是其中一個失敗的地方 太多聰明人 用聰明也好 他對那個利益 小小的利益 看得很大 對小的利益看得很大 我昨天跟 錢之見 我說 願意付出代價 自由不是免費的 英文叫freedom is not free 你要付出代價 今時今日被拘留被監禁 黎智英 他們就付出失敗 付出代價 你不肯犧牲 又不肯犧牲 又說痛又說癢 那你怎麼做 我們以前 因為我們很幸運 有英國的 那把傘 基本上保護了 給了我們一定的自由 和法治 民主就沒有給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那些幸運不是 我們自己爭取回來 是我們得到的 但是如果真是 你看看一忌 別人的國家 你看看今日的 緬甸 還不在打 人家真是 那麼多年韓山蘇宗基 是爭取回來的 這個才是價值 韓國也是 韓國那時候 也是那幫軍人亂來 後來那個叫什麼 什麼光事件 光州事件 也是死了很多人 屠殺 當時是全斗煥 全斗煥就下令 是屠城的 所以你說 韓國今天的民主 是用血淚追成的 其實全世界的機會都要付出代價 都要付出代價 都要付出代價 所以我們不可以 經常都想著一點點好處 過得骨 過不了骨 其實現在 香港的情況 就好像南明 當時 明朝有兩億人口 錦衣衛也有幾十萬 但是為什麽 滿洲人下來了幾十萬 總共加起來 連女人也只有幾十萬 可以統治一個兩億人的國家 因為自己國為委胎 樹倒胡孫散 然後 到了 成立南明的時候 還是勾心鬥角 然後互相出賣 沒有人有心打仗 整個國家就拱手襄揚 送給滿洲人 沒有鬥志 完全沒有鬥志 所以說回香港 我覺得 不要結束 那些傳媒 個人傳媒 不要結束 可以暫時有一個法律 叫做多聞 英文我懂 公司全部可以多聞 完全合法 將來我們光復香港的時間 可以重整旗鼓 這是一定要做的 對不起 你再說多一句 我們在組織一個全世界最大的媒體 來對付中共的大外宣 以及它在西方的媒體的滲透 所以非但不可以退 一定要反攻 我們還要進 一定要不要打 走路算了 回家休息算了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抗爭 抗爭就是打 你當然要反攻的嘛 不可以只是守 只守已經錯了 這個我都很明白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 香港人不明白 他們以為大家可以談到他們 其實我想 跟他們解釋一下 我明白他們在想什麼 因為現在的 就算是立場新聞也好 英國有一個分佈 但是英國分佈也結束了 英國是拘捕不了的 為什麼要結束呢 原因就是 他在香港這群人 正式叫做 跑得和尚跑不了廟 即是說你如果不是這樣做 不是向他跪下跪 扣頭扣三個響頭 他是會搞你 搞你家人 那麼他立場 你想想 前董事特拉 前董事特拉 他連前董事特拉 即是說 他是會向那些人報復 這個問題 我們提出了很久 為什麼他們真的一早不將他轉移 結果又有6000萬被充公 去年我們已經說了 黎智英把自己負財產 送給中共 資助共匪嘛 40年代的罪就是資助共匪 他們的共匪充公了你的錢 充公了你的資源 充公了你的Market 就是現在整個 傳媒給共產黨的人 這裏我們真是 要拿法輪功 做一個模範 法輪功被中共迫害成這樣 而且這群人不懂媒體的 只懂得練功 打黑坐練功 突然之間 你知道法輪功嗎 全世界最大的媒體 是法輪功 多少種語言 只是我們中文都說了那麼多 有多少個平台 大力加起來有五百至一千個平台 所以他不但沒有退步 現在搞到中共 你看到反共的資料 現在也有用英文 Epic Time就是大紀元 做了英文 誰那麼受歡迎 人家有線電台 那裏不是一個個 有HB和Netflix 有大紀元的那個 他又有報紙 又有電台 又有電視 又有YouTube 早知道甚麼都會 還有去到很多國家 來到英國 英國有他在這裏搞 是 歐洲也在這裏搞 我跟他們住在馬尼蘭州 我住在馬尼蘭州 住在那裏住了一年 我看到他們 真的全部是報效的 那班人真的是了不起 現在他們搞了神韻 表演的神韻 賺了多少錢 神韻 全世界表演 最近在華盛頓DC 他們搞了一個很大的 就是Epic Time 英文的Epic Time 搞了一個很大的 專門來採訪 他在這麼窮的情況之下 一步一步的回來 真是了不起 我們暫時先談到這裏 下一節我們來談談其他話題 大家記得 支持六部曲 其他幫我們無限度播放 我們現在就會放在新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那裏廣播 優先廣播 期後才會放在主頻道 不過有個澄清 因為有個網友 他在留言說我們的Patreon那裏拿了一條假頻道 那條不是假頻道來的 那條是我們Patreon的同事 自己特地開了一個星期二新聞 方便我們的節目下載 在那裏 那條是不公開的 那條不是假的 我們是不公開的 自己行政上用的 那條是不公開的 但我們正在用的頻道 各位觀眾 你們撐住 我跟他們 很多來往 他們那種精神 是不可以倒的 這個星期二這個平台 幾個平台 是不可以倒的 一定要撐住 希望大家幫幫忙 每一天都沒有說過 每一天都要白做 我們也一定要撐住 因為我們不撐住 真的沒有人肯撐住 大家記得 看風景 有新的風景 上載了20條風景 現在每天都要上載20條風景 大家不停看 要不停看 就可以了 不停看 就可以了 還要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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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 spo 謝謝大家 拜拜